ANJOY SDK的这个部分 把它直接搬到里面去 放到里面去 那以后呢 你的开发环境就这个目录就可以了 这个目录你就可以带得走了 就变可惜版的ANJOY的开发环境 非常方便 因为以前我们设置考场就是这样做的 那打开之后 里面就会有放这一个 所以将来我们 SDK的这个目录就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把它挂载上去 特别注意就是在这边 Windows的一个Prefernings里面 这边我刚刚讲到这个路径 那请各位把这个 Browse一下去找到我们 我下载的这个路径里面 会有个Eclipse Eclipse里面会有一个Android SDK 直接指向这个目录就可以了 指向这个目录就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这个apply一下 然后按确定之后 然后把它apply一下 然后随便这个画面把它close掉 不用你退它 然后按ok 就完成了这个路径的指定 那将来的话 只要你的这个Android 这个路径有 你只要有翻移过的话 那这个路径还是要再变更一次 只要变更一次就ok了 ok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我们的Android SDK 已经连结完毕之后的话 再来你点击什么呢 这边有个叫Android SDK Manager 等下去 它就可以连结到我们刚刚 里面的那个Manager 那因为呢预设SDK里面是空的 完全没有装任何的Android的版本 所以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还要再安装 但是呢现在Android的版本非常多 从1.5有没有一直到最新的的话 4.22 对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针对正道考试的话 记得只要安装 一个版本就好 现在Android的这阵考试呢 针对的是2.1的版本 2.1的版本 那你会想说老师2.1现在已经做4.22了 为什么还要再用2.1呢 不过我们实际上在try 其实在4的以后的版本 其实问题还蛮多的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我建议你先不要控制 以后的版本 否则的话问题很多 你可能不是 这个一般入门学习者可以解决的 所以建议你先暂时 如果你是初学者